感人的一个分享 是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 真的是奇妙无比的 那下面呢 我们就很期待着 王牧师跟我们分享 就是他的艺术 是怎么样的一个 创作的一个心路 也给我们看一些他的作品 他画了很多的画 然后呢 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分享 就是哪一个艺术大师 在王牧师的这个创作当中 有一些的影响 就是在艺术方面 我们下面就是请王牧师 跟我们分享这一方面吧 我这个中西画都画 但是呢在 我必须就是 我对中国文化靠的就更近一些 所以说这个 在我的刚开始学画画的时候 我就喜欢这个镇满桥的 他画的竹子 他这个竹子啊就是 给我那种 给我那个 这个飘飘如仙的感觉 因为后来有段时间 我在佛教里面也有追求 我觉得这个 他的那个竹子里面 有比较浓厚的残意 就是在那个 这个平淡 这样一个 这个 简单的当初所表现出的这种空灵 自由 这个和 和中国人所 这个佛教里面所 所谈的禅呢 是有很多相近的地方 所以他给带来我的心里当中一个 一个共鸣啊 当时我没有信仰的时候 其实我 我很 我很愿意在这样一个 这个境界当中去寻找一种 自我的一种安静和解脱 就是 刚才说到庄子 就是在人生的道路当中 我如果没有人生方向 我就顺其自然吧 那这个自然的代表和自然给我的这样一个 一个启发 就是从这个镇马桥的组织当中 我看到很多我需要的东西 他的清高 他的弹雅 他的平静 他的无为 他的天天玉丽 他的空灵 这个 包括他的简单 这一切都让我感觉到人生 他的 如果说没有别的追求的话 这个淡然的 随意的 普通的 这个 没有 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个 奋斗的那样一种 自然而然的生命呢 可能就是我应该 应该有这个追求 也成为我的生命的写照 所以说 我对画足 特别的 有体会 我也特别喜欢画足子 这是我最初的时候 在艺术当中的 这个影响对我比较深的 最重要的是他的理念 和他的足 给我的性格 和人生的这个 理解当中的一些引导 好 对 我也是 知道这个正板桥 是中国最后一个 封建王朝时期的一个画家 他呢 除了刚才 王牧师说的这个画竹 这个竹子 是特别的一个 是他的一个特点 除此之外呢 他还被人称为 是这个 诗书画三绝 是历史上 大名鼎鼎的 这个扬州八怪中的 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 他的画呢 就是刚才 王牧师说的 就是以竹子啊 还有篮草 还有石头为主的 那他的书法呢 也是在 中国书画史上 也是读树一枝的 我很欣赏 他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 读正板桥的 他的艺术 和他的这个 一些小传 传记里面呢 我特别的喜欢 他的一件事情 就是 正板桥画扇子 这个是很有名的 一件事 清朝的这个 正板桥 他在晚年的时候 曾经是这个 违宪 在这个违宪 当这个宪令 那有一个秋天呢 他去赶齐 然后就见到一个 卖扇子的一个老人家 守着一堆 没有人问津的 这个扇子 发呆 也卖不出去 这个正板桥呢 就上前去呢 看了一看 然后拿起了一把扇子 一看呢 这把扇子呢 什么都没有 素白如雪 没有字 没有画 然后呢 又不是一个 卖扇子的一个季节 所以就肯定是 没有人来买的 那正板桥这个时候 得知这个老人家 家境也很贫困 他需要卖扇子 那于是他就决定了 帮助这位老人 很快呢 这个正板桥呢 就像他旁边的这个商家 借来了笔和墨 还有燕台 然后就挥笔 泼墨 只见就是那个 青竹啊 这个慢慢的这个扇子上面 就是冉冉的生起了青竹 还有幽兰 土香的幽兰 傲雪的秋菊 落雪的寒梅 然后这一些画面呢 就都在扇子 这个扇子上面 然后配上了那个丝 就让这个扇子 非常的 丝化相应 成去了 然后周围的这些 过路的人呢 他们就争相的去购买 不一会儿的功夫 这个一大堆的扇子 就这样销售一空 他就是这样 如此的帮助了这个老人家 这个是让我特别感动的 一个艺术家 他的那种的情感 其实很多艺术家 在生命当中 都流露出一种 那一种深沉的爱 那是上帝来的 那个创造的 那一份的爱 常言到 画如其人 每个人的画风 其实都不一样的 所以在上帝的手中 都是各自有着 非常奇妙的一个风采 那我也特别想 下面请王牧师呢 分享一下 上帝给他的这个 绘画的恩赐 是怎么样的 也让我们欣赏一下 他的这些作品 好 一边分享来 一边给大家看 这个三十三四四年以来 一些积累的一些作品 一个一个时代的 一些代表作 我说到了正板桥 那是我没有信的时候 就开始接受到的 就是我信仰了之后 就开始在思想 我怎么样的 把我的恩赐 拿来备主使用 这个 所以说我有一个 预备与等候的 这样一个 一个时期 我是1986年 信主的 信主之后 我就开始 逐渐的走上了 传福音的 这样一个 一个轨道当中 当然我也有工作 这个当时 也没有完全放下工作 除了说 对艺术这个道路上 当中的 这个寻求 只是断断续续的 但是 我这个艺术 是不能够放下的 所以 这个时间 就在 在那个时候 就是没有放弃 就是不断地在 寻求 在学习 所以说 我也画足 也画眉 也在 这个 也在不同的 你看松树 这个都是我在 那个阶段当中 我 有时间 我就做一些 笔墨的工作 大家知道 这个 为什么 选择中国画呢 因为画油画 别的当务时间 这个要花很多的时间 才能够成一幅画 但是 我这个阶级 我心情也有比较急 所以说 在国画呢 是可以在 比较短的时间当中 能够完成一幅作品 能够身边很通透 所以说 我就选择了 在国画当中的 这样一个追求 当然 这个像 他们自满桥 他们这个美术的助博 对我来说 也是有很影响的 但是我对中国文化 更靠近一些 所以说中国画就变成了我的 在艺术上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追求 所以我就是我在预备阶段 我在打造自己 寻求一个 侍奉主的一个方向 你看这个中间的 这一步就是95年的 时间还是相当久远的 在预备阶段的时候 后来就尝试学习 怎么样的思想 怎么样的把这一个 自己的艺术的天分 都能够被主使用 所以那个时候 就有了一个祷告 这个是 这个祷告也在十几年前 这祷告我也写成了文字 后来在《箴廷报》当中 能够发表了 我说祷告就是这样的 我说求主使用我的 所有的恩赐 就是神 我很感谢神 除了神给我一些 丰富的一些人生的一些 追求和人生的体验之外 他也给了我很多的 这个艺术的一些素养 他让我会唱歌 让我也喜欢跳舞 让我在美术上 也有这样一个基础 也让我在文学方面 特别在写作当中 也有些兴趣爱好 所以我当时就做了 这样一个祷告 我愿意我的所有的恩赐 都全部都能够被主使用 不要浪费了 因为我觉得这一个人 那几十年其实就很短暂 神给了我这么多东西 我如果不把它还给神 不让他使用出来 为此做工作 我就觉得浪费了 你说那不是浪费吗 你说你这么东西 你不被神用 真的是浪费了 所以说我做了个祷告 我很感谢神 神真的是信实的神 我凡想祷告的神都有垂听 都在不断的在带领我 首先我的歌唱的恩赐 被主使用了 很多弟兄姐妹知道 我在很多教会里面 都通过音乐不到 来为主做很多的见证 我还有我们一些团队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起用音乐 来作为为主传福音的 这样一个管道 所以我们不仅在温哥华 我们也在美国 在日本 在中国 在台湾 都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们都做过音乐 见证不到的这样一个 一个见证活动 那我的文字工作 足有大大的使用 也给我开辟了 这个文字施工的 这样一个平台 所以我每星期都有文章 见证的文章 福音的文章 或者真理分享的文章 在网上发表 那到了一定时间了以后 我就很开始着急了 因为我的美术的恩赐 还没有完全发展出来 所以我就开始在我的美术道路上 寻求 这个就是从这幅画开始 就是我在尝试怎么样 把我的美术和信仰结合起来 比如说这一幅 其实我这一幅就是代表 在表达我的信仰 就是我怎么样的像 我喜欢 首先第一个我喜欢草原 我喜欢草原 我喜欢草原当中的开阔 我也愿意和草原和牧民在一起 他们的那种生命 给我很大的感触 那这幅画呢 主要是表达的就是 人向高处 向着标杆直跑 虽然道路是艰辛的 虽然这个是不平坦的 我有意把那个道路画得比较 比较 rough 但是我们的 我们向着主的心 是不变的 是努力的 所以这马和人都在奋力的 在向着这个前进的方向 在寻求一个更美好的 这样一个带领 这是我在寻求一种 犯人道路当中 这个呢 也是我在艺术的表达方式的 一种寻求 虽然是一个古代的 一个场景 我也是希望 就是在我的画的 这个技巧当中 怎么样的 你只要有表现力的 把我内心的世界 表达出来 虽然这幅画 里面没有任何的 属灵的意义 但是它是我在寻求过程当中 艺术表现手法上的 一个追求 我希望 因为这个中国话 大多数用线条 在表达 但是我 我愿意 接上一些西方的形式 用块状的这样一种 色块来表达 而不简单的就是线条 这是一个尝试 这也是 这个是 对于我们周边的 我相信大家能够 看到这幅图画以后 就可以在我们周围 找到这个风景 父子的这样的表达 我的父子就是 表达的是我和神的这样的关系 这也就是一个 父子的另外一个表达的图 在雪地上 这一个小小的路 他能够平安的在这个前面 在雪地上走 他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地方 有没有野兽 他能够这么平安的走 是因为在背后 有他的父亲跟着他 所以说他才如此的坦然 平安 这是这幅画的意思 这幅画也是 我们的生命 这么活泼 这么自然 在大自然的当中 我们品尝到神的看过保守 一种美好 这也是父子图 孩子在树林当中 在游走 但父亲在他背后 悄悄地看着他 跟持着他 这也是我心里当中 我在做牧师这段时间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画这个系列的话 我现在 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 我特别对这个主题 特别感兴趣 回想起来 我觉得 这传道人是很孤独的 传道人是 内心里面很多的压力 领受的东西 是没办法跟别人分享的 因为你不能跟别人分享 别人告诉你的东西 别人传递给你的一些信息 你不能跟人家分享 那就是闲话 那就是不对的 我只能把我内在的一些压力 转递给神 所以说那段时间 我对这个 这父子主题的内容特别的多 就是表达 我和父亲的关系 我和这个神的关系 也是一个父子的主题 这是草原当中 我有草原梦 这幅画的作品的屏幕叫草原梦 就是 草原是我的 我心里的故乡吧 这个有很多东西 现在不方便在这边分享 这都是草原上的 好 适合的方向 那退休之后我就开始 其实我是提前退休的 我提前退休的目的就是 要为了 好好的在我的美术的 艺术的这一个道路当中 能够把我跟神的祷告 能够落实在我的身上 我既然把这个祷告交给神了 我就必须自己要有所行动 因为我要希望神使用我的恩赐 可是我不努力 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祭品 摆在神面前 神怎么使用呢 所以说这就是我为什么 提前退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还有别的原因 就是我有更多的空间 就在文字事工当中 向更多的人来传递神的恩典 因为我的任何的事工 因为现在在这个 现代的网络平台当中 文字事工的这个天地 真的是有一个很大的天地 很多人他不能通过 面对面的福音的传递 可以通过文字的交流 来得以交通 所以说我这个提前退休的目的 就是第一个是文字事工 文字的福音工作 第二个就是美术 所以在美术事工当中 我不断地在这个调整当中 我找到了我适用方向 就是我开始在人物的这个表达当中 直接地把信仰能够表达出来 直接地把信仰的感受 信仰的内容 信仰的主题 包括那个信息 直接地面对面地 来交递给我的读者 我的心想者 所以我的画面当中 我没有隐藏的东西 我是希望大家 一看到这个画面之后 他就受到震撼 他就能够领受到其中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这幅画 这是宣教士 因为我自己也做过很多年的宣教工作 他就是我开始比较了解宣教工作的时候 我就对宣教当中的这种艰辛 他的辛苦 这是我的一个对宣教宣教士的一个描述 他们是道路是辛苦的 他们是参风入宿的 他们说走的道路是艰难的 他们是游历不定的 但是他们是喜悦的 他们是幸福的 他们脸上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的 所以说我想大家看到这幅图画就能够感受到 这幅是我最近完成的 就是十字架下 我想表达的大家一定能够看得清楚 在十字架下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个十字架上有一句话是正在母亲里说的 母亲 所以这个母亲对于耶稣的关系 在这幅图画当中就能够向人显明了 所以说能够 就是间接地表达了十字架上的痛苦 和我们在这个十字架下的 我们对于这个十字架的恩典的一个回应 然后 这也是耶稣基督指责那些法律塞人 我想那个手画的特别大 这有一些广告画的特点 我是强调了这个指责的这样一个愤怒 这个是耶稣和小朋友 这是宣教士 这也是圣经上的一个小故事 这是耶稣这个洁净圣殿 这是也是传福音到地极 这是十字架上的耶稣 这是最后一幅画 这幅画刚刚完成 还没有题字 表达的就是传福音的人 他们听到福音之后的不同的回应 有的人在背后思想自己的生命 有的人有小孩他们非常的认真的聆听 可是背后的母亲还在怀疑 抓着孩子的肩膀 那背后的这样一个人 他这个在聆听 他在准备跟随 他背后的那个一个准备逃避的女人 就是都反映着这个一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不同人对这个福音的领受不同的表现 这是我的这个作品 所以说就是我已经对我未来的这个美术事工的 这个发展的有个比较清晰清楚的一个方向 就是用活泼的直接的能够和这个观传者能够 能够直接把神的话语神的真理 包括我自己对圣经的真理的领受传递出去 好这就是我的分享 太棒了 就是非常的感恩 今天晚上王牧师的这个分享 真的是他的心路历程 还有上帝给他的这个艺术的这个恩赐 从小的就这个喜欢画画的一直到做牧师 这样的一个过程实在是看见这个上帝的工作 实在是奇妙 我从这个王牧师的这些作品 我就看见一种那一种特别的质朴的美的那种生命 还有给我们一种视觉上面的一种冲击 就是他所表达的是他心里面要向人所述说的 一个传道人刚才他讲过 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们是没办法跟别人分享的 是对传道人来说虽然是孤独的 但是他的那个父子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位全能全知的父 我们可以随时倾诉的 他的每一幅画 不需要用这个语言文字过多的来解释 他虽然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的想法 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画就很容易读出 他所走过的那个路和他的心路的那些的想法 和他对这个艺术创作的和这个服饰主宣教的那种态度 是很让我感动的 他在这个服饰的生命的这个传道的这个路程当中 他把上帝的恩典 把上帝的这种恩赐就放在这个纸上 悦然纸上 那艺术其实是需要扎根在土壤当中的 这个土壤就是我们的中国的文化 也是我们的一个成长的背景 每一个人的创作都跟我们的生活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访谈呢 就是生命艺术与生活 艺术家和传道人啊是一样的 都是要在困境当中成长的 这是神造就一个人造就一个生命的一个历程 虽然每个人不一样 但是那个混境我们都是沉淀着 我们人生的那个故事和经历的 我特别的盼望所有的传道人 都可以发挥上帝给我们 在我们身上的这种恩赐和艺术的视觉的力量来讲道 讲道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美学和艺术 我们用开放的学习的一个心能够在传道的时候呢 传讲信息的时候 我现在也特别尝试着就是 神给我们这个恩赐都用出来 每一次讲道就是能够触摸到人心灵深处的那种渴求 能够心对心来说话 那愿这个王牧师被主使用 用艺术来传道 神必带领他前面的路 也愿我们这个艺术的访谈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一盏灯 我知道这个王牧师能歌善舞 那现在呢我们在线上 所以呢不能够让他跳舞 有一年的春节我们在教会里面 突然说让他跳舞 结果他把脚挽到了 现在我们没办法让他跳舞 所以我们呢让他唱一首歌 还是可以做到的 我们请王牧师现在给我们来唱一首歌 然后我们就快结束我们的访谈了 好 也谢我们一起领受神的恩典 天文上帝感谢您 使用我们在这个平台当中 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你的见证 对你的见证 主要您是又生又活的神 您是指的我们用一生一世追求 并且在一生一世当中 被您所浇灌 被您所充满的 我感谢您赐给我自己在生命当中的一个 鲜活的领受 使我有重生的生命 使我有一个新的生命的泡沫和追求 并且在这个追求和泡沫当中 主啊 有了一个鲜活的能力 能够成为见证的工具 来荣耀和见证力 你对我们在网络当中 在这个平台当中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 主要让他们每一个人 心里的等等的恩赐 主要也像我一样 能够被您使用 我愿意求主感动他们 他们身边当中每一个恩赐 大大小小的恩赐 都愿意 作为一个活计 献盖在您面前 我们会愿意去主动地去 发挥这个恩赐被您使用 以至于 有更大的一个生命的果效 变成一个流行的转道 来见证好荣耀你 主要感谢你 也求主继续地祝福我们 这样一个事工 我们还有几场的 这个见证这样一个活动 分享的活动 也要交到给你 求主继续祝福我们的画家 祝福师母在这个事工的图路 参加 祝福我们在做的 网络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因为你的恩典 你的智慧 主啊 你的慈爱 你对我们的这个托起 都使我们 从我们生命的这个人权 赋予我们 带予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生命的道路当中 为你做见证 直到你再来的日子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 大家平安 也可以打开 平安 然后我们在 在市场 我们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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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王牧师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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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